网络时代社群软体推陈初心 这几年抖音小红书这些来自中国的APP进入台湾 透过大量广告和网络KOL推荐 吸引年轻族群下载 你也有用吗 小红书 小红书跟微博 我会看中国那边的抖音 我用小红书比较多 然后抖音是有时候和IG会看到 Pshop新闻实验室在台北闹区街头访问 透过小红书或抖音使用者的说法 但您了解小红书抖音在抖什么呢 其实他们蛮多都是会拍摄一些彩妆 或者是情侣那种小短片 就是日常小短片 自己可能疫情在家 你可能也没办法出门 那可能他就是会介绍这种 可以在家里拍照的 对 我就大概划一下这个 疫情在家 然后就开始比较会想要去练画中 然后我就会去上小红书 然后还有一些穿搭 我比较多是游戏或者是美食之类搞笑也有 小红书上面我很喜欢看那种感情的 它有些就是有做动画的 然后上面就讲两个人感情 然后我就觉得很深奥 而且它讲的是真的还满有道理的 从服装穿搭到心情分享 小红书和抖音上的内容谈得多是生活日常 使用者从国中小学生到社会人士都有 它不像就是朋友圈 然后这样子就是谁最终谁 还会看得到谁的动态 而是你喜欢哪一种东西 然后他就会不小心跳出一个作者自己原创的一些作品 我喜欢的YouTuber或是一些我追很久的网红啊 他们都很多拍小红书的东西 就是可以看到大陆那边的一些用语啊 或是他们现在那边在红什么东西 像我上面看我就会觉得说 感觉他们流行的东西之后台湾就会流行 因为他们人口数比较多 可能玩的就是都是中国的游戏 就是在抖音上面看的也都是中国的就是比较多 中国人玩的游戏跟我玩的游戏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比较有兴趣吧 拿出来九个人都害怕 可能你们第一反应是白礼手 萧同学和徐同学会关注抖音和小红书的游戏直播 也会用简体字和中国网友聊天 会打简体字所以就是看也都可以 就是打游戏的时候也都是 因为共同需要而让使用行为也跟着改变 简体字中国的用语进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比如说一样美妆用品 他觉得很好用就告诉你说 大家也可以去用之类的 那如果有被种草到就是烧到 就台湾可能用烧吧 就有被烧到就会去买 像他们最近就很常在说YYDS 然后我一开始也想说那是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去查台照说 原来他叫做永远的神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厉害 他们就会说YYDS 对就是会默默可能会听到会觉得 蛮有趣的但是如果你正在家讲在生活中 可能会被你的朋友翻白眼吧 房间在家无聊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后面就有一些什么特色啊什么东西 有那种很奇怪很奇怪 可是讲久了也被人家嘴 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耶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都看很多东西了 不是像以前就是资讯不发达 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不会说因为看了什么社群影响到 说被讨话或什么 我觉得不会啊就是会被影响的人自己会被影响 但是我是不会被影响的人就是不会被影响 我觉得不要碰政治我是觉得都还好 台湾的政治也是稍微会把大陆丑化吧 当然我觉得他们很封闭啦 但是也跟我们平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差别 真的说中国怎么样也是那些小粉红那个网军嘛 台湾也有网军啊 每个地方都有网军那些是网军 我觉得跟那些博主比较没啥关系吧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也并没有牵扯到什么政治上的问题 可能就只是一点点版权上的不同 然后所以就变成有的人会觉得大陆比较好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就只是个人就是可能思考的 想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差 因为就是就是玩游戏嘛 玩游戏很正常的 其实这就是一种很缓慢的 而无形的一种文化的统战方式 因为它就是让你接受了这样子的一套的价值观 那台湾的年轻人会觉得说 这个看起来很OK啊 好像也没有跟台湾有很大的差别啊 为什么会用中国影视文化或社交媒体 是因为语言跟文化的接近 可是那也不代表全盘的接收那样的讯息 对它来讲可能是新的体验和观察 我们可能要有一些自己的判断能力 就是说它这个文化内容可能跟社会现实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 网络社群上看似日常且无害的内容 有没有可能包装或是掩盖了某些政治讯息 学者提醒民众接收来自中国的讯息 应该多一份自讯战争的警觉性 它的文化产业还跟别人不一样 它要以党党管文艺 里面的这些文化内容必须经过审查 也就是你看不到那个贫富的差距 看不到污染 看不到人权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作为观众 我们也要同时去了解 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被依照某一种公式生产过的内容 永远对于网络上的这种资讯 要保持合理而且高度的怀疑 并且要去查证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资讯素养 是台湾民众可能未来 我们在使用这些服务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